其实 谢谢很容易用信的 包括我们现在 包括我们现在自己回头看的时候 我相信有很多很多信 我们自己看都还是会播 还是有很新的感觉 那 在拍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必须要全新投入到 那个角色里面 你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 拍 拍完了 有没有热熙观众送纸巾上来的 谢谢 谢谢 热熙和四爷的感情太深 对吧 热熙很深 因为哪怕到最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就没有彼此在 可能拍的戏是我单独的 或者他单独的 我们可能只要看到戏里面一个小道具 就眼泪就不下来 就包括 木兰山的 或者是包括可能一张戏的 就是 你只要看到那个东西 只要 看到里面有一两句对待 你就为了能处理那一句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也演过类似 特别像世世类似的剧也演过 也有感情戏 为什么这部戏那么那么的投入 呃 因为不会有一部戏可以说 跨度这么大 那 每天都有我 然后 他在清朝生活了二十多年 然后经历的这些东西 会觉得感受 诗诗 我想问一下 现在你还会常常撤离不出来吗 会常常会回想那些画面 或者看到电视上在播的时候 会想起那些 曾经搭在一起的相处拍摄的日子吗 会 还会被自己当时所用的 那种投入的感情所感动到吗 呃 现在不会 还不会做到 完全的一个旁观者去看 对 我很想知道 我很多年以后再回头开始什么 嗯 现在你还是这样 很美的样子 其实到最后对于四爷来说 难度也是很大的 因为他是 很神奇